要说德云社最难看的 那烧饼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用郭德纲的话来说 站在院子里能给狗吓一跳 要说德云社的嫂子谁最好看 那就是饼嫂了 就连秦宵贤都夸饼嫂 说话温柔非常漂亮 近日 饼嫂在视频平台晒出一段视频 引起大家的关注 网友们也纷纷评论 这是现实版的美女与野兽 视频中是烧饼与饼嫂一起跳一段舞蹈 看得出来饼哥并不怎么熟悉这段舞蹈 还出现了错误 而饼嫂穿GK装 在线秀自己的身材 完全看不出是生过两个孩子的人 不少网友表示 嫂子的身材太好了 烧饼跟饼嫂站在一起 饼嫂才是明星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想看烧饼穿上GK的样子 当然看到烧饼在家陪嫂子 不少网友表示 烧饼真是好队长 为师弟们能够多演出 自己就是在家待着 也不跟师弟抢舞台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 德云社许多小剧场关闭 许多师弟们都在家 北京的小剧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节目单也是一天好几遍 而且没有搭档的烧饼 也在舞台上说过 不好意思老去小剧场 怕师弟们挑礼 当然从视频中也能看出 烧饼对于饼嫂的宠爱 在饼嫂的往期视频中 虽然不是在秀恩爱 但也都跟家庭有关 每一个节日都有饼哥送上的礼物 特别是在过年的期间 一家人去三亚旅游 何九华跟烧饼一起约饭 还要帮饼哥看孩子 但没有想到 何九华跟饼嫂打了一天麻将 饼哥看了一天孩子 然后就约了分饭 然后呢 非说要帮我看孩子 我就信了 结果我媳妇跟他 打了一天的麻将 我看了一天的孩子 烧饼就挺好的 但你说的都挺好的 分钟啊 早得一进去看饼嫂 不得不说 烧饼无论是在家庭中 还是在事业中 都是一个好的榜样 德云舞队 也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看到烧饼和饼嫂的视频 粉丝们也是爱屋即屋 非常的喜欢饼嫂 当然如果饼哥能穿上GK 怕是会更加喜欢饼哥 你们觉得呢